海峡星干线 清凌你好 观众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谢清凌在台北向各位问好 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的两岸新闻 我们先来关注新疆地震的消息 今天早上9点07分 新乡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 皮山县发生了6.5级地震 震中距离皮山县县城约5公里 震源深度在10千米 南疆 和田 喀什 克州等地都均有强烈的震感 那么地震发生了以后 余震还在不断地骚扰皮山县 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 已经启动了地震应急预案 皮山县正在开展地震受灾的情况的摸牌 以及救援的工作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 地震已经导致6人遇难 40多人受伤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据国家安监总局网站的消息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2号下发 关于深入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防范粉尘爆炸大检查通知 通知指出 6月27号台湾巴仙乐园举办彩虹派对大型活动时 发生可燃性彩色粉尘爆燃 造成大量人员受伤 为有效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 要进一步加强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安全生产工作 深入开展大检查 通知要求 从2015年7月至12月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集中半年时间 深入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大检查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事实组织重点督查 确实台湾巴仙乐园粉尘爆炸事故 已经引起了大家足够的重视 而在台湾事故相关的后续治疗作业 仍在紧张进行当中 截止目前 他还有数百名伤员急需进行直皮治疗 为此中国国民党主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日前指示对外及向大陆寻求医疗资源协助 在国民党方面联系后 国台办回应指出 有企业表达将透过红十字会管道 捐赠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治疗烧伤用人工皮肤 另外海协会也向海基会转达 将提供价值2000万元人民币的移植皮肤 国民党中央对此表示感谢 而捐赠的具体事项还在磋商当中 来看下一条 根据台湾联合晚报2号报道 台军方将在7月4号也就是明天 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台湾战力展示 现在疑似因为有外国压力活动 被迫改名为汉光31号演习台湾战力展演 原来的纪念抗战字眼都没有了 有台湾学者披露 日方对台湾的纪念抗战战力展演表达关切 质疑马英九是否反日 因此台湾高层下令更改了活动的名称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玉芳强烈不满 他认为台当局这种软弱的态度 根本得不到朋友甚至是敌人的尊重 以上今天来自台北的新闻苏地 好的 谢谢清零 接下来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美国将会与哪个国家爆发一场战争 美国五角大楼在一号的时候 发布了新版的国家军事战略 预言美国与一个大国将会发生战争的危险正在增强 那么报告中直接是点名了像是 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 称这三个国家对于美国以及全球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而对于在2011年的那一版 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中被点名的中国 美国这一次的掉门则是明显的放缓了 据环球时报报道 7月1号 美国五角大楼发布新版国家军事战略 预言美国与一个大国发生战争的危险 不大但与日俱增 这是时隔四年后 美军首次对指导其军事任务规划的 这一缸领性文件做出修改 它直接反映美国对未来全球安全环境 和战略优先程度的判断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称 在过去十年 美军事行动主要包括打击暴力极端组织 但是在现阶段以及将来 美国必须更加重视其他国家实体 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 与2011年国家军事战略 指点了中国的名不同 在这份17夜长的报告中 美国防部直接点名俄罗斯伊朗和朝鲜 称这三个国家对美国 以及全球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报告还特别把俄罗斯称为 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 指责俄罗斯通过代理军事力量 在乌克兰参与军事冲突 而据俄新社2号消息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 阿列克谢费年科认为 美国的新军事战略为北约 在同俄罗斯的边境上 大幅度增加兵力创造了前提条件 自从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 美国国防部长一职 就已经更换了第四个人 由此也可以看见 奥巴马和国防部 以及美国军方 所存在的这种分歧 而此次的军事战略 则处处显露出双方的这种分歧 那么具体到对俄罗斯的遏制 甚至不惜热战 美国国防部在这个军事战略的文本上 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而且不惜发出 根本不可能兑现的这种热战的威胁 因为以俄罗斯和目前美国的常规力量 和战略核力量的对比 发生大规模热战的可能性 现在基本不存在 这也是美国军事战略的发布 日益走向虚化的一种趋势 在对华军事战略上 近来美国在南海等问题上 不断指责中国 但这份新国家军事战略中 有关中国的措辞明显缓和 显得十分罕见 该报告一方面表示支持中国崛起 并鼓励中国成为全球安全中的伙伴 但另一边 他又继续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令亚太紧张 称中国军事力量对美国构成一定威胁 对美国国防部日前发布的 最新国家军事战略报告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三号回应说 我们对美方报告当中有关 无端的渲染中国威胁的言论 表示不满和反对 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了 在南海岛礁建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我们认为美方应该摒弃 冷战思维 正确的认识和看待 中国的战略意图 与中方相向而行 真正的按照两个元首达成的 就要共识 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鸣 继续努力地去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这也从根本上 符合美方的利益 在亚洲 日本媒体对美国公布 新国家军事战略 较少报道 其他方面的内容 纷纷选取报告中 关于中国部分的陈述 进行报道和分析 起进渲染中国威胁论 日本朝日新闻称 美国新军事国家战略 仍然把中国视为 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 该战略显示出 美国对中国 露骨的警惕感 日本产情新闻 则重点强调了 有关美国要和日本 构建全球规模 关系网的内容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 两位时事评论员 分别是北京博士的 吴学兰女士 还有台北京博士的 郑又平教授 两位好 我们会知道 跟2011年的那一份 美国国家军事战略 只点名了 中国有所不同 这一次美国的 新的国家军事战略 是把俄罗斯伊朗和朝鲜 视为军事威胁 并且特别把俄罗斯 称为国际秩序的 修正主义者 我们想请教一下两位 为什么美国会把焦点 来放在俄罗斯的身上呢 因为现在的整个政治氛围 对于美国来讲 已经成熟了 美国可以公开的点名 俄罗斯就是它的主要敌人 美国今天的这个做法 就是要把乌克兰事件 把北约东扩 变成是一个重要的借口 让美国可以在东欧地区 对苏联发起各种的斗争 直接的间接的 代理人的斗争 它一一出炉 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在 东欧地区部署重装备 重武器 甚至于扬言要把忠诚的核导弹 态度部署在英国 以及其他的东欧国家里面 如果这一些情况成型的话 这就意味着说 美国对俄罗斯所进行的 军事斗争准备 已经完全准备好 而美国现在最大的困难 就是财政能力不足 美国负债过多 这样子一个债务满身的国家 你怎么可能去担当 所谓世界警察或者世界霸主的地位 美国人是心很大 但是能力不足 所以今天出来的新版的战略 充其量 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美国梦 但是恐怕它没有能力去实现 另外吴女士 我们想请教您一下 这份最新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 预言美国与一个大国发生 战争的危险正在增加 而这个报告中提到的一个大国 指的是谁呢 而美国与之开战的可能性高吗 这份报告当中的这个大国 显然就是俄罗斯 那么美国和它开战的可能性高吗 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在不断的升高 但是到目前为止 应该双方都比较理智的知道 不可能开战 或者说一旦开战 后果就不是美国和俄罗斯能够承受的 而眼下因为俄罗斯和西方关系非常紧张 一个小小的火种就可能会燃起一场大火 因此其实无论是美国方面 还是俄罗斯方面 尽管现在嘴硬呢 让人感觉似乎是比较过瘾 但是真的战争来临的时候 相信这两个国家呢 都不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眼下乌克兰东部的局势 其实也是非常能够反映在 未来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如果乌克兰东部的局势能够得到缓解 可能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 未来不会真的走向战争 但是眼下呢 乌克兰东部正在准备举行地方自治选举 所以这件事情的结果 其实对于未来俄美之间会不会开战 是有一个比较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它的选举结果 乌克兰东部能够得到多大的一个自治权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此外 美国也在报告中是指责 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令亚太紧张 但是同时也说 美国将继续与中国保持牢固的一个军事关系 调门是变得有点缓和 我们也想请教您 就是您是如何解读 美国在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这种两面性的表述呢 美国对于中国其实不仅是这份报告 或者说不仅是这件事啊 有一个两面性 许多方面它都有两面性 包括在经济领域 包括在军事领域 但是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美国对于中国真的是又爱又恨呢 他知道啊在眼下这种国际形势下 他根本离不开中国 就你刚刚提到 他一再的拿南海的那些事情呢 不断的说事 第一就是说明 美国希望把中国和其他 包括越南包括菲律宾之间的 本来是中国和他们的事情 美国想把它搅大了 这样呢 美国在亚太地区有所行动的时候呢 他似乎就有更多的理由 也让这些小国呢 就觉得他离不开美国 那么美国就能够更好地使唤这些小国 再有一点美国一直以来 也对于中国的这种军事发展呢 他觉得内心比较担忧 因为在他看来 无论中国做出怎样的表态 他都不信中国的这个路线是和平的 中国的政策是防御性的 他总觉得中国似乎心怀不轨 所以呢 他对于中国的担心是一直没有减少的 那这就是说 他为什么还要在南海生事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很清楚 两国的军事关系 其实是中美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当中 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所以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关系 真的冷冻 或者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是会影响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 但这不仅是中国不想看到的 同样也是美国不想看到的 所以他最近一段时间呢 很多次 很多场合 在谈到中国的时候 掉门都是降了下来 我们再来关注 据新华网援引美国媒体的报道称 在当地时间2号的早晨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东南部的 华盛顿海军工厂内 发生了疑似枪击事件 那么其实 在接到枪击案的报警之后 大量的警员和消防员 是赶到了营区 有数十辆的警车 排列在营区的内外 还有两架直升机 和一架固定翼的飞机 在上空盘旋 那么就连距离营区 8个街区的道路 也都是被临时的关闭的 但随后 华盛顿警方在当天中午的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经过全面搜查 没有证据显示 在警方接报地点发生了枪击 枪击事件被证实是虚惊一场 工厂营区 以及周边道路的戒严 也已经解除 疑似枪声搅乱了 美国的海军工厂 不过眼下 美国人似乎真的需要来提高 并且是保持警惕 美国的独立日 7月4号 也就是明天 马上就要到了 日前 伊斯兰国的一名发言人声称 极端组织将会在这一天发起攻击 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 麦考尔 数日前也发出过警告称 要在这一天预防恐怖分子发起袭击 相关话题 我们再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吴旭兰女士 其实这一起让人虚惊一场的事件 发生在华盛顿东南部的海军工厂 我们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样一个海军工厂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海军工厂 我就想说它非常的敏感 首先它的地理位置就非常敏感 在华盛顿 在美国首都的一个东南部 而且它离国会山只有两公里 那么距白宫也只有五公里 它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 一旦这里真的发生了枪击案 那就意味着在美国的政治中心的一个中心 发生了如此险要的一个危险的事故 所以它的从地理位置角度讲 它就是非常敏感 第二个敏感呢 那个工厂曾经在2013年9月的时候 是真的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当时呢 是他们的一个防务部门的官员 拿着这个有效的证件 刷了卡进了门 然后开枪打死了12人 事后证明呢 它是患有精神病 但是血案还是发生了 所以曾经出过事的地方 如果再出事 你就可想而知 对于大家的刺激就会更大 而且呢 这个地方啊 原来它是美军的一个造船厂 还是枪械厂 现在也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行政中心 典礼中心 并且美国海军的作战部长的官邸就在这里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次美国警方的动作可以说是比较迅速 而且呢 搜查也很到位 事后向外界来公布消息也是比较及时的 他们这次的处置应该是还不错的 7月4号美国将迎来独立日 也就是国庆日 而此前就有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分子放话 要在美国国庆日的当天发起袭击 在上个月29号的时候 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考尔也发出警告称 要在这一天预防恐怖分子发起袭击 我们想请教一下您 您是如何看待极端组织这样子的一个威胁的 以及美方在现在要如何来加强反恐呢 最近一段时间极端分子呢 是带给了大家这种切切实实的威胁 我们还记得突尼斯发生了血案 而且呢 伊斯兰国也说在摘月期间 他们会有很多的动作 所以美国现在神经非常紧张 因为他们知道伊斯兰国对于美国的态度 那真的是恨得咬牙切齿 但眼下呢 说实话 要想防止伊斯兰国的一些恐怖行动 对于美国而言呢 也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很清楚 眼下的这些恐怖组织和早年的一种激励组织 他们采取行动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他们现在更多的是用这个社交媒体 他不需要啊 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来进行一些密谋啊 联络啊 而通过这个社交媒体 他就能够散布这种极端的思想 然后呢 就可能有一些这个极端分子 采取一些独狼式的行动 而独狼式的行动非常难以防范 第一 他事先没有很大规模的一个策划 他可能都不向外部来发布一些信息 所以呢 尽管美国会有严密的一个监控 但你很难抓到这种蛛丝马迹 你很难把这个犯罪分子啊 嫌疑犯 你预先把它控制起来 所以从人的方面就非常的难防 第二点 独狼式的袭击呢 他有一个特点 他往往作案工具啊 就是随手拿到什么是什么 我们也记得过去啊 曾经发生过 拿这个高压锅最终做了一个 很有杀伤力的爆炸的这个这个炸弹 最终呢 也造成很多人的死伤 所以从工具方面呢 同样也是很难防范的 因此眼下呢 美国的确采取了许多措施呢 来提升国内各个重要部门的这种安全警戒的级别 好的 谢谢吴女士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进入盼盼视频热点快评环节 我们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新华网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一号的时候公布 自4月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 希拉里筹集到的政治捐款已经超过了4500万美元 而这样一个数字也超过了奥巴马2011年宣布竞选连任以后 第一个季度筹得的4190万美元 创下了美国总统选战单季度吸金的一个新纪录 那么希拉里的竞选团队还表示说 大约有91%的捐款额度都不高于100美元 并称这归功于希拉里在本次竞选中采用的草根的竞选策略 希拉里这次的竞选刻意突出了低调清明的姿态 现在的一个筹款记录似乎也证明了 他采用草根竞选的策略是成功的 但是根据美联社的一个调查显示 希拉里政治筹款中的大额捐款其实也不容小觑 希拉里最近几周是频繁的出席了名流参加的小规模筹款活动 这些活动中支持者最高可以每人捐出2700美元 保守的估计这一系列的活动最多可以筹集将近2000万美元的款项 会占到希拉里阵营所宣称的4500万美元总额的至少43% 那么如此看来无论是草根还是名流 希拉里都不会忽视 低调清明只是一个竞选的策略 真正筹款的时候还是脚踏两只船更为实际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据中心网援引外媒的报道 在当地时间2号的早晨 美国旧金山的两个电视台的新闻记者 在街头报到一起谋杀案的时候遭到了抢劫 这一起抢劫案发生在早晨的6点钟 事发当时一家电视台的主播布莱恩·弗洛雷斯正在介绍新闻 正准备切入现场记者卡拉刘的现场播报 但是这个时候刘却露出了惊吓的样子 并且说等一等等一等 然后就从屏幕中消失了 导致了新闻直播不得不中断 根据了解 原来在卡拉刘正要进行现场直播的时候 突然有一名年轻的男子是持枪抢劫 这名年轻的男子是抢走了 现场另一家电视台摄像师的摄像机 并且将摄像师是推倒在地 还用枪柄打伤了这名摄像师的手臂和耳朵 明天化日之下 连记者正在拍摄的设备都该抢 真的很难想象这是多么糟糕的一个治安情况 那么更有甚者 其实这还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根据了解 由于近年来 美国各主要电视台的记者都陆续的碰到了抢劫事件 那么现在有许多的记者在外出采访时都会配备保安人员 而且如果是夜间采访的时候会更加的小心谨慎 声称不满民进党对所谓台独问题 模糊日趋国民党化 台湾独派大佬决定筹建新政党 这些独派势力闹出走到底是另有所图 还是在为蔡英文打掩护 民党传出2016将派出蔡赖菊组合 又为何遭到台湾网友击落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又平江明清又深入分析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 欢迎回来 这首盼盼视频独家剧名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们再来关注 近来台湾所谓台独势力动作频频 有多名所谓的台独大佬 因为不满民进党在所谓台独问题上态度模糊 决定筹建一个新政党 台湾独立行动党 那么与此同时 一些独派教育团体则因为不满马英九 微调台独克纲 鼓吹要发动学运 进行街头抗争 马英九上台后 对岛内所谓台独克纲作出微调 比如 慰安妇加上被迫 日本统治加上殖民等 引起所谓独派教育团体反弹 甚至有团体鼓吹要发动学运 进行街头抗争 对此 岛内自由作家黄志贤指出 抗议克纲微调 从头到尾都是政治动员 抗议团体对未成年的15岁少年 做政治洗脑 用克纲做幌子 把所谓台独政治势力 大啦啦的打进高中 除了死死护着所谓台独克纲 岛内所谓独派势力 近来更有大的动作 据亲律媒体二号报道 前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资政 彭明敏 吴立培 以及秘书长陈时梦等人 在亲律作家金恒伟的串联下 决定筹组所谓台湾独立行动党 报道称 这些所谓台独大佬之所以决定从民进党出走 是因为不满民进党对所谓台独问题模糊 日趋国民党化 目前暂时内定担任党主席的金恒伟 已向台内务部门提出建党申请 并计划推出民代参选人抢攻不分区席次 金恒伟称将支持与他们理念最接近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 而目前蔡英文与他们最接近 未来民进党的归民进党 台独的归台独党 台湾独立行动党将与民进党分进合机 共创双赢 这些所谓独派大佬们的盘算 正如今天台湾联合报的这篇文章 本土阵营平足党想分杯羹所写的昭然若揭 只是被他们点名同道中人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也有自己的小麻烦 蔡英文的2016选举之路早早启动 但是副手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 2号外传民进党有意推出蔡赖菊的黄金组合 对此陈菊表示没有听说 目前也没有其他想法 只是对这个组合不少台湾网友并动买账 有网友表示空心加赖皮加税菊 台湾是可以一觉到地狱了 有人则质疑赖清德之前不是坚决不选吗 现在又松口 还有网友说民进党这个所谓黄金组合成色究竟如何 恐怕要打个问号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远博士 清零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河南 这这话题我们今天在台北远博士邀请到的是台北大学 郑又平教授 教授您好 清理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实验大学江明清教授 教授好 清理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多名所谓的独派大佬 要筹建一个新的台独党 叫什么台湾独立行动党 这些名字什么金恒伟 李乔 杜正胜 林俊逸 陈其南等等 比如说大陆的观众听起来是很陌生 台湾年轻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今天我特意拿报纸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 问了一下我们办公室里的这些年轻人 这些我们台湾的同仁们 好像基本都不认识 我想请教一下两位你们认识他们吗 这几个什么金恒伟 彭明敏 吴李培等等 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 那都是老一辈的独派人物 你譬如说彭明敏 彭明敏我们必须说良心话 他在我念台大政治系毕业 他当年是台大政治系系主任 他没有教过我 但是我们台大政治系学生都知道他 那再加上他还教过连战 所以彭明敏在台独的辈分是很高的 那至于其他几位就不见得了 你譬如说这个吴李培 他是现在民进党的秘书长 吴钊燮的叔叔 那他是一个企业家 那这个人是真正的台独深律基本教育派的 至于说比较年轻一点 比如你刚刚看到有个金恒伟 金恒伟很多人不太清楚 他其实以前还是中国时报的副总编辑 那时候他是一个搞文学的人 后来慢慢就开始走偏了 他自己出来搞了一个杂志做总编辑 然后他的言论越来越激烈 有一个叫李乔的 这个讲条件话我真的还不太知道是谁 我依稀知道他好像是搞文学的 这几个人加起来 他的年龄大概好几千岁了 没说他们已经离开台湾的政坛很久了 我的看法是一定是看到现在有很多政治利益可图 觉得说蔡英文好像行情不错了 那绿营是不是选情看好 这种政客就跳出来想要分死 是我们看到他们说自己建党的理由 是民进党的归民进党 台独的归台独党 真的是这个理由吗 这个很明显的命题有误 民进党归民进党 台独的归台独党 那你的意思是帮民进党做漂白的动作 是不是民进党跟台独无关 这个也许有这样的动作 但第二句话就有问题了 台独的归台独党 现在已经有台联了 那你所谓的台独党是什么呢 和国台独党现在还没有正式成立 所以我觉得这基本上只是一个口号了 但是我看到其实这个背后 除了佑平所谈的以外 我倒觉得说 他在希望在目前蔡英文往中间靠拢 蔡英文在过去每次选举的时候 最后一旅都是两岸政策 因为不够向中间靠拢 所以最后一旅无法完成 这次蔡英文说要维持现状 向中靠拢 向中看齐 那么很多人担心说 会不会铁杆逊女跑票呢 所以我倒觉得这一群人有另外意义 就是作为蔡英文的侧意 作为掩护 对 我呢 拱固帮 蔡英文你不方便说话 我帮你说话 拱固呢 深绿铁杆的票源 二方面呢 小骂 大帮忙 看起来是骂蔡英文 其实古字兵是帮蔡英文的忙 他拱换的票不要跑掉 我认为啊 这些人 他是想要做地分装 因为他们这个党不会去抢领导人大选的票 他们抢的只是在民意代表这一个区域民代的这个票 那对他们来讲呢 他们在补上是台联这一块的空窗 所以他这是两鬼进行 那另外呢 我们必须说啊 他们在强调的一点说 民进党不能够国民党化 其实你也不能排除另外一个 就我有一定的实力 我就牵制你有效 而且是很有效的 牵制你蔡英文 如果你能执政的话 你休想再往中间靠拢 那未来的蔡英文 当然有可能跟她是扮演黑白脸 蔡英文唱白的 她唱黑的脸 不过我还是要讲 我认为所有这些人 他都在看政治利益了 他们不会为2300万的老百姓 不会替我们两岸的中国人去着想 他们在想的都是自己的政治利益了 是 同时呢 一些台独分子也就台湾克刚调整的问题 不断在校园里做渗透 甚至是叫不惜去做中学生的这种洗脑的动作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去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到 威士海峡新干线 我谢谢心灵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最近啊 这个台独分子是各种什么吃味亡粮都出来 什么长青树 什么祖母绿都出来了 一些台独分子呢 就台湾的克刚调整问题 不断的进校园做台独的宣传 甚至还有团体鼓吹是要发动学运 而且是中学生的学运 进行街头的抗争 对此岛内自由作家黄志贤今天又发文指出说 抗议克刚 微调从头到尾都是政治动员 抗议团体对未成年的15岁少年做政治的洗脑 用克刚来做幌子 把所谓的台独政治势力大喇喇的打进高中初中 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非常忧心这个现象 平良心说 这一次的克刚真的叫做微调 那个微到我实在觉得说 很多该改的没有改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从李登辉的后期到陈水扁任内 这么长一段时间 文化的台独 而且是渐进式文化台独是很可怕的 它就像是这样子慢性中毒一样的 一点一点的侵蚀 我们台湾年轻人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那么当台湾的年轻人 在这么多年被毒化的教育之后 现在马英九当家了 马英九是拖到了最后一年 才总算下决心说 要去做一个拨乱反正的第一步 这个本该就早该做的事情了 拖这么久已经太多人不满意了 我们看到一些高中生走上街头 其实这些孩子懵懂无知 他们甚至于不了解他们在抗议什么 他们就跟着这些大人在那边摇旗呐喊 我建议开大门走大陆 把旧的版本跟新的版本拿出来 大家做辩论 大人做辩论 让小孩子让一般的民众 大家做评判做评委 你们讲的对不对 是不是符合史实 一五一十的一条的逐条并列排比 大家来进行辩论 还原历史 给下一代一个干净清楚 客观史实的交代 这才是正确的教育之道 好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把时间还到辅助点博士 河南 好的 谢谢台北人博士 下面是广告时间 9月3号 我们将迎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 参阅部队目前已经开始了训练 据悉 这一次阅兵仪式上 国产新型装备占领重大 空中方队的战机 不少都是国产的最新型号 近日 阅兵空中方队在北京地区 举行了大规模的彩排 多型战机成群结队的亮相 场面相当的壮观 在节目的最后 就让我们一起去 先读去台北